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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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研究发现ADHD的患者 就因为不能够调节某些分泌物 令到分泌失衡 于是老細胞就不能够成功传达指令 患者主要有三种病徵 包括是注意力不足 多动也就是坐不定 还有是冲动失控 专家说家长对这个病徵不认为是小朋友 专家说家长对这个病不认识很容易就不以为是小朋友弱 就不是单一的病徵而是很多不同的病徵是持续六个月以上的 就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出现 这些病徵其实就不包括我们说白炎 不听话的病徵 还有病起的时间在七岁之前 医学界暂时还未能够肯定这个病的成因 最多人认为是遗传或者是与生俱来 但是就肯定 病徵在患者小时候已经出现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引述的一个研究 百分之三至五的学童 都有专注力不足或者是过度活跃 其中男生比女生多 多数在小朋友八至十岁的时候就会被确诊 吃了药之后 威威上堂比以前坐得定了 也都教授规矩 但仍然是同学有同学上堂 她就是发牛斗 没什么兴趣参与 特别安排她坐第一行 老师经常叫着她的名字 都是为了令她集中一些 据校方所知 这个学校里面有三个同学 同样患有过度活跃专注力缺乏症 威威在未接受治疗之前 情况是比较严重 校方也都要投放相对多的资源去照顾她 没有压我的资源 我们用回自己学校现有的资源 我也希望如果教统局能够 对于比较严重一些 会提供多一点资源给学校 是会有助于这些小孩 在主流学校里面接受教育 这一堂 老师要同学分组讲故事 威威又有冲动的行为 订了将工作纸落地 最后要高姑娘出马调解 又到小识 为免威威在货室里面 会与同学发生争执 高姑娘又是一对一地跟她玩 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威威其实都可以好集中 小识后 小识完了同学在操场集队 要等一會才可以回到課室 薇薇就很不耐煩 接受了治療之後 薇薇的行為其實已經改善了很多 媽媽說 現在會更懂得體諒薇薇 醫生都跟我說 她自己控制不到這件事 你打她也沒用 以前覺得她頑皮 現在就知道她是這樣控制不到 她發脾氣 扔東西 有時候讓她靜一陣子 靜一下 靜一下 然後才跟她說 她發脾氣的時候 你不要跟她說話 就是這樣 喂 你去哪裡 我去 見時 醫管局沒有統計 全港注意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的患者人數 不過 醫管局的兒童精神科顧問醫生就估計 每年公立醫院大約收到千多個這方面的新症 香港的求診個案 可能遠低於實際的患病人數 承出來是很多很多世紀 以萬計的世紀 不過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就是 你的病在社區裏面有多少 來到求診 很多時候是十分一左右 香港 尤其是這個現象更加強 因為其實這個過度活躍作為一個病 尤其是一個所謂精神病 大部分是不是很接受的 也因為這樣而言 有一個現象就是 毀罪記憶 或者當小胸口是頑皮 她頑皮 或者她太活潑了 她不覺得是病 所以就沒有來求診 事實上 如果小孩子過度活躍的病徵不明顯 單單是專注力不足 就更加難發現 讀中一的尤子號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從小到大 父母都覺得兒子尤子號 做事不專心 生活又亂租租 一家人經常發生磨擦 以前沒有這張椅子 以前你叫做假床的 以前沒有慣性 這叫慣性 那我想問問 蹲和坐有甚麼分別 那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在學校 沒有 沒分別 那蹲和坐有甚麼可以說 我過度活躍呢 你解釋一下 你不是蹲 你是蹲 一家四口多年來 經常吵架 尤生猶太覺得兒子教不聽 並不是普通的頑皮那麼簡單 曾經問過兒科醫生 但醫生又說沒問題 拖了幾年 直到最近 子號才被確診患有注意力不足 和過度活躍 過度活躍 我其實一直都不覺得 因為我覺得他是 可以看書都可以 如果他遇到他喜歡的東西 他可以看書坐在那裡 看幾個小時都可以 在我心目中已經否定了 他是有過度活躍的了 第二樣就是集中力不足 在我小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集中力不足 都是病來的 但我沒辦法在我的症肢裡 知道這件事都可以病 這件事都可以有藥吃 死眼 我不要問他 還是我會知道 尤生就覺得 社會對這個病的認知實在太低 甚至連他們主動去求診 兒科醫生竟然找不到原因 我最初有三年級已經覺得他有過度活躍 請教練 他會ی 愛 擔心 有些人, 他們都不想吃藥 猶太去接兒子浩放學 第一件事就是關心子浩有沒有忘了吃藥 你吃藥了嗎? 都沒有 現在這麼快吃藥 有水嗎? 還要拿書包的水 拿書包的水 剛好吃了 吃了嗎? 吃了 吃了 因為工作經常有油雲 做兩個字便夢到別處 有時會見到他上課 叫他自己溫習 到他真的OK了 叫他開始默書 他突然醒了 就問他 我們默書到哪裡 其實根本還沒有開始默書 你覺得你自己沒有? 醫生叫我默書 他日常我認為有問題的東西 或者一些壞習慣 希望他可以慢慢改 例如你放了學 之後那些東西練到等 自從子浩被確診患有過度活躍和專注力失調 每一天 猶太都會用本寶寫下子浩的問題 讓他逐樣改善 不懂得開燈 做功課這些便更緊急 是你硬說 事實上 子浩亦都說 很難知道自己是否不專心 他們才知道 我不知道 吃了藥會不會長時間專注一點 他們說會 我不知道 他都不覺得自己不集中 但有時他都試過跟我說過 他說 其實我上課 有時我自己去了別處 我根本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控制 他也有小時候有跟我說過 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不是想的 跟我說 現在子浩每天都會請先食藥 再做功課 吃了等他集中精神 吃了之後它會集中精神 不會經常由 起發夢 吃了藥之下 子浩現在做事尊心了 但有時 雙,母子都會為了其表現而爭論 子豪的問題 令到全職臭她的媽媽壓力很大 她的家庭就變得很煩 父母看不到她背後的焦慮 自己和自己掙扎的專注力 用很多方法去令自己讀到書 如果家長或者老師都不知道 一味是這樣說她 或者父母對她們的要求很高 她們都做不到的時候 小孩子久了就會放棄 子豪其實又不是每樣都沒有心機 例如子豪很喜歡打機 亦都很喜歡看書 書櫃裏面的名人傳記和歷史書 都是一套套地叫媽媽買給她看 而且很快就看完 她其實有很多厲害的地方 她竟然…她爸爸喜歡歷史 她知道她看見了 她突然看見了 她那時候可以在兩個星期 看了二十四次出來 她突然間喜歡了 不耐靜雞雞跟我說 不通宵在這裡看 ADHD那些人的腦袋 是她的專注力的調節有問題 即是她一想到悶的東西 她立即就想想一些特別的東西 很快就悶的 好了 但當她去到她們喜歡的地方時候 譬如她的事業 或者她讀的學科她很喜歡的時候 她的專注力是厲害到 她是稱呼常人的 尤先生尤太說 紫浩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病 現在學到的東西將會更多 所以有必要為紫浩追回失去了的時間 現在她吃到藥 她集中到了 她還有很多東西要學出來 要教她 要慢慢等她學 學習她以前三歲的東西 希望可以慢慢慢慢教她 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即是自己照顧自己 黃玉珍是紫浩的醫生 她估計 現在全港的兒童精神科醫生數目 不夠30個人 要應付眾多的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個案 人手是嚴重不足 問題就是現在現存的機制 夠不夠醫生去看這些案子 即是說如果在學校 老師大家都知道這樣 大家老師一看電視知道了 那怎麼辦 老師說我這班有三個 每個老師都說我這班有兩三個的時候 那就很大的數字了 那突然間產生了這種需求的時候 那醫生方面怎樣去接手呢 現時要診斷注意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 是靠精神科醫生臨床端症 透過面談和問卷 去了解求診者在家和學校的表現 例如求診者會不會不斷重複某些動作 不停說話 又或者好像開著摩打一樣 有時候求診者未必患有過度活躍症 或者是專注力不足 只是因為其他原因 而有類似的表現 所以問卷的設計是包羅萬有 去幫醫生確診 如果你說這些書的症狀 你一攤出來 個個都有些 人都會有些 現在說條線怎樣 就是他經常都有這些表現 而且是令到他工作上 或者學習上是出現了問題 即是說持續性都有這個 不僅是有 而且是令到這個專注力的問題 或者過動或者衝動 影響到他們正常生活的運作 現時全港大約有44萬個小學生 但教統局說 當局只是掌握了400個被確診 患有注意力不足 和過度活躍症的學童個案資料 每年的新證也只有40至50宗 這個數字 和醫學界估計 一般有3-5個學童有這類症狀 有很大距離 教統局的教育心理學家說 除了人手問題 有時還要考慮家長的意願 有些家長不同意 要看醫生 他們覺得很抗拒 也可能有些在學校 又不是出現太大問題的時候 老師也未必那麼容易識別出來 教統局現時有教育心理學家 負責支援學校識別 這一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 不過人手就極度不足 我們教育心理學家有27位 其實數目都很驚人 我們大概每一位教育心理學家 負責是30至40間學校 這一班小朋友 全部都患了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這半年來 小朋友和家長每星期都會來到診所 接受葵聰醫院提供的行為治療 目前治療 注意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的方法 主要是靠藥物和行為治療 病情較嚴重的 一般都需要服用藥物 就很害怕 於是就說難道你說我兒子有精神病 於是就很生氣 但另一方面 醫管局也不希望有過分斷症的情況出現 每個人都說我兒子讀書不好 是否吃東西好解決問題 不是的 你要看他的問題是甚麼 有些可能他有讀寫障礙 有些可能他致敵 我想第一件重要是有一個正確的評估 是否這個問題 他的問題有多嚴重 因為我們又不想過分敏感 因為美國早十年前就走了這條路 過了火的位置 差不多他們有最離譜的 可能三分一至一半的實力骨 都說是 每個人都給他們吃 這又不好 美國有研究說 囚犯當中有四成多的人 都患有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一症 但同時 有醫學界也估計 世界上不少成功人士 好像微軟的創辦人蓋茨 都可能是ADHD的患者 究竟他們的治癒為何會那麼不同 而下個星期 我們會再看看一個青年 怎樣在26歲才發現自己 有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而這個病 對他的人生又有多大衝擊 我們會推薦 我們會說 這邊的回討